第一条,本办法依国家情报工作法,以下简称本法,第二十五条第六项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下列人员。 一,因执行任务智商、残、失踪、死亡、丧失人身自由、涉送或失业之情报协助人员。 二,本法公布施行日起,情报协助人员停止运用后,有停止运用前执行任务之事由至丧失人身自由者。 三,本法施行前,情报协助人员于停止运用后,有因承执行任务之事由至丧失人身自由且尚在进行中者。 本法公布施行日起,情报协助人员以外之人,已经情报机关和备有案,其因提供或传递资讯,至丧失人身自由者,准用本办法给予适当补偿或救助。 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员有本法第二十五条之一第一项各款所定之情形者,不是用本办法。 但有本法第二十五条之一第二项之情形者,不在此线。 第三条,本办法之用词定义如下。 一,失踪。 只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而离去其最后住所或居所,经向我国或住在国、地区、警政机关申报,仍生死不明达三个月以上。 二,丧失人身自由。 只遭羁押、徒刑、拘役或其他人身自由遭受限制拘束经主管机关认定者。 三,设送。 只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而涉及民事、刑事诉讼案件。 四,失业。 只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而非自愿离职或遭解雇,经我国或住在国、地区、公立就业服务机构完成失业认定。 第四条,本办法之补偿及救助项目如下。 一,伤害,住院,住院未斧金及医疗费。 二,残障,死亡抚恤金。 三,执行任务设送补助费。 四,失业救助费。 五,丧失人身自由其兼之每月补偿金。 六,精神抚慰金。 七,或是未问金。 八,丧失人身自由所生财产损害之补偿金。 九,亲属营救费、探视费、亲属三节未问金及亲属补偿金。 十,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补偿。 前项锁猎应发给情报协助人员领受支补偿。 常救助有停发或无法发给知情事者,应由隶属之情报机关设立不计西国库专户存管。 第一款,第二款残障抚恤金。 第三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之费用, 于情报协助人员返回我国或驻地后发给。 第二款死亡抚恤金及第九款之费用, 于停发或无法发给事由消灭后发给其亲属。 第二款之死亡抚恤金, 于情报协助人员死亡后五年内亲属未请求。 第九款之费用至情报协助人员或是指, 停发或无法发给事由人存在者, 全数归属国库。 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款人员, 以丧失人身自由所生者为限, 由情报机关依前二项规定补偿及救助, 其领受第一项第五款支补偿金时, 仅得就第五条第一项锁定标准及其得领受支月退休, 支、金、凤,则亦领取。 第二条第二项人员, 由情报机关依第一项第七款及第九款予以补偿及救助。 第五条, 本办法之基数, 依情报协助人员所属国家、地区、 政府统计之人均所得月平均数1.2倍为标准, 临选建案达一年以上者, 每一年加计0.1倍。 尾数满六个月以上者, 以一年计。 情报协助人员聚双重或多众国籍者, 以所得较高之国家、地区、为基准。 前二项支基数未达新台币, 以下同1万5千元者, 以1万5千元核算。 本条适用之补偿救助事件, 于本法修正施行前发生者, 依民国98年统计数据为准。 但本法公布施行后至本法修正施行前, 各情报机关以依原有情报协助人员补偿法令标准案月补偿中之案件, 其原有基数高于民国98年数据者, 仍以原有基数计算。 本法修正施行后发生者, 依事件前一年之统计数据为准。 第六条,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智商, 残, 失踪, 死亡, 丧失人身自由, 涉送或失业, 无法依我国或住在国, 地区, 知法律或命令认定者, 其验证方式如下。 一, 我国或情报协助人员住在国, 地区, 知法律文书或公文书等足资证明有第二条第一项之四十者。 二, 我国或情报协助人员住在国, 地区, 知广播, 媒体资讯或布告等足资证明有第二条第一项之四十者。 二, 三, 经情报协助人员立署之情报机关查证确有第二条第一项之四十者。 四, 其他有关佐证之资料足资证明有第二条第一项之四十者。 前项验证方式应由情报协助人员立署之情报机关审查。 第七条, 情报协助人员执行任务至伤、残、死亡时, 补偿其本人或亲属之项目与标准如下。 一, 受伤未至残废者, 给付五十个基数以内至未付金。 二, 死亡或残废者, 给付补偿金。 一, 死亡, 一年以内应伤死亡者, 给付八十至一百二十个基数。 二, 级重度障碍或四级身心障碍, 给付六十至八十个基数。 三, 重度障碍或三级身心障碍, 给付四十至六十个基数。 四, 中度障碍或二级身心障碍, 给付二十至四十个基数。 五, 轻度障碍或一级身心障碍, 给付十至二十个基数。 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至第五目之残等, 由卫生主管机关指定之鉴定医疗机构办理身心障碍等级鉴定。 无法来台鉴定者, 由其隶属之情报机关检据国外公立医院诊疗之完整并立即入资料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之国际健康功能与身心障碍分类系统审查, 并送主管机关核定。 第一项第二款第一目之补偿金不得于二千万元, 第二目至第四目之补偿金不得于一千万元。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所生之医疗费, 应提出医疗证明宋利署之情报机关进行审查核定后, 全额补助。 第八条,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失踪者, 自其失踪之日起, 依本办法发给亲属补偿金及三节未问金。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失踪, 确定其死亡时, 应及停发前项之亲属三节未问金及亲属补偿金, 并依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计算标准改发给一次死亡抚恤金。 情报协助人员失踪达乡当期间, 隶属之情报机关应协助其亲属依我国或住在国家, 地区之法律为失踪情报协助人员申请死亡宣告, 并依第十九条第三项计算标准改发给一次死亡抚恤金。 情报协助人员返回我国或住在国、地区后, 应就其失踪期间发生之事由附举证之责任, 补偿及救助费用于领取其间或领取后, 如发觉未有丧失人身自由之事时, 或以其他方法诈得者, 其原隶属之情报机关应与追缴并依法就办。 第九条,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后, 由领授权亲属每月领授第五条锁定基数支补偿金。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后, 依第五条之基数按月之给精神抚慰金, 未满一个月者,以一个月计算, 并自丧失人身自由之日起依第四条第二项方式存管。 第十条,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 其或是返回我国或住在国、地区、后, 应依据下列标准发给一次慰问金。 一、丧失人身自由未满五年者,二十万元。 二、丧失人身自由五年以上未满十年者,四十万元。 三、丧失人身自由达十年以上者,五十万元。 第十一条,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丧失人身自由, 有下列之财产损失, 由情报协助人员获其亲属举证, 并经隶属之情报机关审查认可者, 何时补偿。 一、判决之法律文书或公文书所列举墨入之财产及并科之罚金。 二、其他却为情报协助人员所有而无法回复且未受补偿之财产。 钱项补偿金额合计不得超过一千万元。 情报协助人员于丧失人身自由期间, 违征取减刑或假释, 需缴纳罚金或接受追缴, 追真或抵偿而显有不能或困难者, 由情报协助人员或其亲属举证, 经历属之情报机关审查后, 事实际需要补助相关费用, 从财产损失补偿额度中扣减, 并受前项之限制。 情报协助人员应执行任务丧失人身自由, 至相关社会保险年资中断, 于或释返国后, 其力属之情报机关得于接获申请时, 协请相关社会保险主管机关计算情报协助人员因年资短少所产生之实际损失金额, 全额补偿, 但不得超过50万元。 第十二条,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丧失人身自由其兼支医疗费, 由情报协助人员或其亲属提出医疗证明送立属之情报机关进行审查核定后, 全额补助。 第十三条,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后, 补助亲属营救费项目如下。 一, 涉送支宿送费及律师费。 二, 争取改善欲中生活条件, 假释, 减轻或免除其行, 以及其他阴影就所需之必要。 情报协助人员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而涉送, 由其隶属之情报机关协助亲属聘请律师或辩护人进行法律救助。 聘用律师原额及相关费用, 应先报请其隶属之情报机关审查。 第一项第二款之费用, 亲属应提出必要之证明。 每一情报协助人员每年最高补助50万。 但应由亲属提出营救成果, 报请隶属之情报机关审查后发给。 前二项之情报机关是亲属提出营救计划, 经隶属之情报机关审查后, 并由隶属之情报机关指导执行者, 其营救费用由隶属之情报机关是亲属提出之营救成果, 审查予以全部或部分补助, 不受前项50万之限制。 亲属首次提出营救计划, 经厶属之情报机关审查并指导执行者, 得依所需费用发给半数金额, 不受提出营救成果之限制。 但最高不得超过25万元。 第十四条 因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之情报协助人员, 其直系亲属、配偶、兄弟姐妹、 未成年直系血亲卑亲属之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父亲所在国、地区、 探视或营救者、交通费全额补助, 并补助其中一人住宿及生活费5万元, 与每人2万元。 前项经费 每一师是情报协助人员每年度以100万元为限。 情报协助人员无第一项所列亲属, 或该等亲属均因法律或四十上缘因无法前往, 得由其隶属之情报机关指派第一项以外之亲属前往, 并准用前二项之规定。 第十五条, 情报协助人员应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时, 应发给有领授权亲属合计50万元之一次补偿金。 第十六条, 情报协助人员应执行任务至丧失人身自由期间, 每年三节应各发给有领授权亲属合计5万元之未问金。 第十七条, 情报协助人员应执行任务而涉及民事, 刑事诉讼案件, 得申请诉讼补助, 研聘律师支援额及费用, 于侦查, 民刑事诉讼每案每一审级以一位为限, 其补助总金额不得超过前一年度机针机关核算执行业务者收入标准之1.5倍。 第十八条, 情报协助人员应执行任务至失业时, 依下列方式给予救助。 1. 未领授我国或住在国、地区, 失业给付且未同时领授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之每月补偿金者, 依失业前之所得发给失业救助费至获得新值时为止, 最长以二年为限。 但必要时, 得再延长一年。 2. 领有我国或住在国、地区, 失业给付或获得新值, 然失业给付或新值薪资不及失业前之所得者, 依失业前之所得发给差额致辉复原所得时为止, 最长以一年为限。 前项第一款之失业救助期间借满一年半钱, 应依该款但书规定检讨有无延长必要。 第一项和与之失业救助费, 于救助期间借满前半年之给付, 情报协助人员应持续参加住在国、地区, 认可之职业训练并提出证明后, 使得发给。 但住在国、地区, 无职业训练者, 不在此线。 第十九条, 情报协助人员于丧失人身自由期间死亡时, 应及停发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 第六款及第九款之费用, 改发给一次死亡抚恤金, 并不得在一同一事由领受本办法其他死亡抚恤金。 情报协助人员丧失人身自由之精神抚慰金已存管于国库专护者, 视为情报协助人员之遗产。 死亡抚恤金之计算标准, 年资未满五年者, 给予二百个基数, 五年至十年者, 给予二百二十个基数, 于十年以上者, 给予二百四十个基数。 但抚恤金不得低于二千万元或高于三千万元。 第二十条, 本办法各项补偿及救助费, 得一领受全人申请日之汇率者对国内其他流通货币之给。 第二十一条, 伤害, 住院未抚金, 医疗费, 残障补偿金, 设送救助费, 失业救助费, 丧失人身自由精神抚慰金, 或是慰问金及财产损害补偿金由情报协助人员领受之。 丧失人身自由期间支补偿金, 死亡抚恤金, 亲属营救费, 探视费, 亲属三节慰问金及亲属补偿金由情报协助人员之亲属领受之。 第二十二条, 第四条第一项第二款死亡抚恤金, 第五款及第九款支费用亲属领受顺序如下。 一, 父母, 配偶及子女。 二, 祖父母, 孙子女, 寡习及官婿。 三, 兄弟姐妹。 四, 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祖父母, 以无人抚养者为限。 前相亲属同一顺序有数人时, 应平均领受, 如有死亡或抛弃或因其他事由不得领受时, 由同一顺序之其余亲属平均领受。 第一项锁定亲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应庭发补偿金。 一, 配偶, 寡习或官婿再婚者。 二, 兄弟姐妹已成年且有谋生能力者。 三, 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祖父母已有人抚养者。 四, 无第一项各款之亲属者。 五, 经情报协助人员已书面明文排除者。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经费由各情报协助人员立署之情报机关编列预算执行, 但当年预算无法支给时, 得采逐年编列方式给付。 第二十四条, 第二条之人员丧失人身自由时, 如依相关法令之领月退休, 之, 金, 凤, 者, 含优会存款利息, 原历属或运用之情报机关应及通知各退府给予发放机关办理亲属带领事宜。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施行。 本法施行之日起至本法修正施行之日止, 情报协助人员停止运用后, 有因停止运用前执行任务之事由至丧失人身自由者。 一个情报机关原有对情报协助人员补偿之标准补偿。 但各情报机关未定定补偿标准, 或本办法补偿项目为该标准所未规范者, 依本办法补偿项目及数额补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